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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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體驗日本的夏日祭典 耶~~~ 什麼? 什麼? 你問我身上穿的是什麼嗎? 這就是穿的會HAPPY的HAPPY啊 在夏日的祭典 不管是台神叫 還是跳舞的 還是攤販的老闆 都會穿這樣的衣服喔 什麼? 你竟然不會穿 讓我來教你吧 HAPPY的穿法 右下 左上 小心不要穿反喔 穿反的話會變成手衣 然後呢 再拿起我們的綁蛋 綁在腰上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在日本的夏日祭典 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攤販喔 比如說 比如說有 撈筋魚 金魚 還有日式雞蛋糕 還有日式雞蛋糕 還有 還有剉冰 卡基古里 還有棉花糖 綿米 還有在台灣玩不到的釣水球 悠悠釣 那我們來體驗看看吧 動具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要把固定器跟扣環拿出來 然後把扣環放上去 再來把橡皮筋 這裡 上面大概留3到5公分 放上來 所以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長 那這個用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放旁邊來做水球囉 那首先把這個 磅腑 短的地方朝下 然後壓住 放到水裡面 水就會跑進去了 再把長的這邊 放到水球裡面 那這邊要壓緊喔 那這邊要壓緊喔 不然它那個水會噴出來 然後再把水打到水球裡面 他覺得水不夠的話 用一樣的方法 按住 放到水裡 再把水打到水球裡面 接下來 灌空氣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到你覺得差不多的大小之後 就可以把它拔出來 然後這邊要壓緊喔 不然它會 空氣會跑出來 所以會跟著噴出來 然後再把它 拉長 轉一轉 放到這上面 然後用力的把它 刻下去 那水球就完成了 接下來把線綁起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把線綁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這樣 來囉 那我們今天的水球 大功告成 好無聊喔 找個人來跟我比賽好了 不過我怎麼在這裡 因為我來找你比賽啊 我要來跟你比賽做釣溝 好啊 可是我不會做耶 首先呢 你把那個紙 放到釣溝中間的凹槽 然後把它 搭的一樣長 然後再開始 轉轉轉到最底部 的話就會完成了喔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看吧 好啊 好啊 好了 說真的 看你的女生 看得那麼遠 搭檔 對 拿起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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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了 分析 太棒了 掉到了 抓到了 断掉了 太可惜了 再一次 我們會走 準備了 開始了 喔喔喔喔 男生大作戰 我也是 齁齡奧雯 你有後面 旁邊到這裡 阿不夠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這個就已經輸了吧 贏 獲勝 開始是要撈 我的都還沒破 好 小心 你記得影號過一下讓他撈 對啊 你們剛剛撈太多了 所以誰發現 怎麼樣比較不會破 我知道我的到現在都還沒破 為什麼 為什麼你那麼厲害 因為他很幸運 所以要像你這樣斜斜的 比較不會撕才會撈到 才不會破掉 好 怎麼感覺裡面還有 大狗 可以嗎 大狗就開始囉 先來 大 大 好 我帶魚掉了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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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